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接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开工教大家做 准备好轮廓图纸 然后把桃子的部分 用冰蓝色的画笔加深 在这里我用冰蓝的网格 效果也是不错 我们给人物画一条冰蓝的头巾 再把菜刀画出冰蓝色 这就是传说中的厨具 可切万物 哈哈哈哈 格 画好之后按照轮廓剪出所有部分 用刻刀轻微划开折痕线条 注意是轻微 不要划断 然后按照折痕翻折粘贴的部分 开始粘贴第一半桃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粘贴完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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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一部分趁于一个不注意 也粘好了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再把桃子粘贴在叶子上 接下来我们粘贴制作人物 不要盯着屁屁看 人家会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物做好后,桃子两半里面, 各沾一枚硬币加重。 然后就大功告成了。 不对,煤刀怎么能行? 再做一把冰刀。 搞定。 我左切。 我右切。 我还切。 切切切,是不是很沙雕? 喜欢的小伙伴多多点赞,评论加转发,谢谢大家,下期见,拜了个拜。